在UV的整合的部分啊 那我們現在UV的部分呢 基本上全部都攤開來了 那我們現在到第二階段整合 那我們看一下 在整合的部分的話 在整合的部分的話呢 我們要來執行 我們先把這個材質球呢 先把它定義成是 重新定義一次 好 OK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的這個 模型的區塊呢 它現在都是分散出來對不對 所以呢我們現在 在模型的區塊呢 我們要把它做一個整併 所以我們把它attach成同一個物件 首先呢你在這裡啊 如果你現在是unwarp的狀態 你找不到attach的指令 因為attach是在 adable polys看得到的 所以這個步 第一個呢 你要先挑一個模型 並且呢先把它向下合併 然後把它變成是 adable polys 並且保有原本的拆解的EV 這個時候呢你再去attach 其他物件 那這裡有一個小的一個訣竅 就是我們要找這個物件啊 我們最好是去找一個 這個物件呢 它的這一個坐標呢 是在正確的位置上面 好 在中心點 那這樣子的話呢 去attach其他物件的時候呢 全部坐標都以它為 對齊 因為我們剛才在做的時候 有很多地方會 向左扭一點啊 向右扭一點 好 那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的坐標 全部都會歸在這個位置上面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attach指令 ok 我們現在開始去attach 點擊點擊 你把所有的這個灰色的部分呢 都把它吃進來 好 好 那現在這個 兩個部分 上面這個柱子 好 大致上我們大概看一下 繞一下齁 覺得說 欸 大致上ok了以後呢 接下來 我們去移動一下 因為我們現在確保 我把它移開來對不對 如果有東西還是要 留到原地 代表是它沒有attach到 這是一個比較快的檢視方式 好啦 那我們現在attach完以後呢 接下來我們要做的第二個動作是 這個模型啊 它或多或少呢 maybe可能有些問題存在 那這個問題呢 它有可能是面 它是反的 但是我們不曉得 所以這個時候怎麼辦 我先給一個灰色彩質球 那看比較清楚 可能是反的 但是我們不曉得 所以這個時候呢 你這個模型 我們要讓它變成是 設定為 更新為初始化狀態 那這個時候怎麼做呢 來 我們在 模型完成的時候 UV 拆解完成後呢 請你到最右邊這邊 有一個版首這邊啊 我們可以去點選一下 ResetSplank 然後呢 點選一下 ResetSlate 因為我們現在是選它對不對 所以這邊要再點一下 ok 那你現在回來到前面的 Modified 你可以看到上面 然後你添加一個Splank 呃 這個功能啊 基本上呢 尤其是在之後 我們做角色的時候 特別重要 因為角色呢 如果你左右不對稱的話 你到時候權重會出問題 好 我們這邊點擊Splank 那你點擊Splank以後呢 基本上 你會發現這個框框是正的 好 這樣子才是正確的 好 像有些同學你可能在做金格 好這個FFD的時候呢 你套上去的時候呢 好 它又變成是斜的 這代表是說你的模型是有問題的 它有一個旋轉軸被轉到 那你透過套用Splank的話呢 它就會把你校正回來是正的 好 校正回來以後呢 這邊的話呢 可以向下合併 好 那這個功能就吃進來了 好 那第二個部分呢 是 我們如果呢 把F4 這個關掉 線框關掉了 然後呢 呃 你可能或多多少會發現呢 有些模型呢 看起來是硬邊對不對 像這個地方是硬邊 這幾個面 可以看到這裡是硬邊 這邊算是軟邊 那這個時候 這也是一樣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可以把所有的面都選起來 用元素去選擇 把它都選起來 然後我們透過面的角度的運算 看可不可以把這些邊呢 可以做柔化一些 那其實 你可以全部都選 或者是 我今天呢 我單純的 就是要選這個on 我可以這樣子選 我選它 然後呢 我希望我的角度呢 在這個平口的地方啊 我希望可以讓它更圓滑一點 然後我角度大一些 60度 Auto Smooth 當然就是看你覺得這個角度呢 覺得好不好 因為呢 如果你的角度太大的話 它整個坨變圓的 但是有時候 有些情況呢 不見得這樣子的效果 比較好看 主要是把這一塊一塊 一塊的感覺 先磨出掉 這邊 Auto Smooth OK 好 我們稍微檢視一下 有沒有什麼位置呢 覺得 我希望那個部分呢 可以稍微校正 好啦 就基本上呢 我們大致上看了一圈 沒有以後呢 這個時候呢 我們再來去做一個 添加的動作 比如說我們這邊 再來一次 onwap 好 我們添加以前 我們先用這一個 網格 這個棋盤格線給它 好 然後再onwap 再給它一下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呢 這一個我們目前的棋盤格的狀態 你可以看到呢 這邊的格子啊 這個方格 跟這裡的 這個欄杆的方格 他們差異性是非常大的 這個差異呢 這個格子越大 代表是說 它用的區塊越少 那只要格子越小的話 代表區塊越大 這什麼意思 比方說我們看一下 我們如果用alaman的方式去選 像說我選這個模型 代表是說 欸 我這個模型 我先用alaman 這邊也是用alaman的方式去選 這個模型啊 它用的區塊這麼大一塊 對不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的房子 這個 牆面 你看喔 這個牆面呢 它其實也很大 但是它用的區塊呢 確實跟它差不多 甚至還比它小一點 所以相對來講 它用到的這個UV的材質啊 就比較少 所以大跟小呢 你可以看到格子比較小 代表是它用的地方比較多 那我們現在要做的目的呢 是在於說 我們盡量的 從頭到尾啊 它的格子呢 是可以比較一致的 比較一致的 如果你真的不曉得說 欸老師我真的不知道 你講了說 什麼細節啊等等的 我真的不知道我要如何分配 所謂的細節 給誰多給誰少 那沒有關係 我們只要從頭到尾的格子呢 幾乎是一樣的 一樣大的 把握這個原則就可以了 因為呢 這個有一個彈性 如果今天我的材質啊 你把它換掉 尤其是在遊戲世界裡面 常常遇到這個現象 就是所謂的換皮對不對 你同一個建築物呢 你跑到另外一個地方 它上面可能多了一個什麼樣的 可能可能是一把斧頭啊 或是一個盾牌啊 然後它的材質就換掉了 換掉了換了 那如果你材質換掉的話呢 你上面的UV拆解呢 從頭到尾是很平均的 你裡面換什麼樣子的內容 其實都還好 都還蠻好畫的 OK 好 那接下來我們再來看一下 如果我今天的材質啊 變更的話呢 我們一定要先把這些非常雜亂的 我們全部都把它拼進來對不對 那稍微的把它分開來 好 所以我們現在要先做動作是這樣子 首先呢 我們先去找到區塊 比方說我們可以從這邊去選 這裡選的時候 你要特別小心 我們這裡選啊 請你呢 不要用點的方式去選移動 因為呢 它會有兩個重疊在一起 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是 我們先把這些物件呢 全部都先給它移開來 而且是 把它 不要重疊在一起的擺放 不要重疊在一起擺放 我們先做這個動作 好像說像這裡 它有些很多物件喔 全部疊在一起 比方說這是 屋頂的木頭 然後這是另外一個物件 所以我們在選擇的時候呢 要小心一點 不要 分開來 要不然分開的話其實很麻煩 到時候還要再進射啊 再去做一些調整 好 那像這個啊 這個房子的部分 這個左右邊呢 它應該是一起的對不對 所以這個基本上呢 我們可以一起的 選擇以後呢 一起把它移動 好 不要把它疊在一起 我們把它分開來一些 因為你這個UV壓這麼多對不對 你如果不分開的話呢 你永遠不知道說誰是誰 那一定要